张义德怒鞭独幽之后,和大哥玄德二哥云长,扬鞭策马出城而去,他们弟兄三人上哪儿去了呢? 扣奔代州刘徽去了,刘徽一见玄德,来汉室宗亲,就把兄弟三人给藏起来。 单说这位都游,都游被打的是,皮开肉炸,已经昏过去了,等他还行过来的时候,他那些手底下的天使军跑回几个里,急忙把那些看热闹的百姓给驱赶开,这才把都游给救下来。 哎呀,都游强大精神睁开双眼看了看,那姓张的,哪儿去了? 大人,您想他呀,啊不,我怕了,他再来,给我抓抓抓住他呀,拿上哪儿抓去? 手底下天使军就问他,大人,咱是回定州啊,还是在安息县这儿呆的呀,游游一听,哪儿也不呆了,赶快回朝啊。 这家伙不是张让的亲信吗? 他回去这么一说呀,张让只说了一句话,说话影徒刑,捉拿这三人就是了。 完了,这是怎么回事儿啊,赶紧朝里边,这些日子正乱着呢。 啊,灵帝现在身染重病,卧床不起呀,他自己知道将不久于人世,那么他要办的第一件大事呢,就得立太子继承皇帝,这事儿就乱得这伤,哎呦,如今朝里边出现了两派。 这两派都是什么人呢? 手里算个皇上就不得了了,那当然了,手里有张王牌还那么神奇呢,何况有个皇上? 所以这两派呀,近日来都很紧张,尤其是这张让,这几天忙的他是茶饭懒宴,坐卧不安啊,经常出入董太后的长寿宫。 给董太后出谋划策呀,那么这新军到底立谁呀?这灵帝呀,有俩儿子,一个是和后所生,叫刘便,一个是灵帝有一个宠妃叫王美仁所生,叫刘邪。 灵帝特别喜爱刘邪这小孩,和后嫉妒为这事儿用毒药把这王美仁给要死了,现在这刘邪就在长乐宫他奶奶那儿,董太后那儿抚养着。 现在灵帝知道自己不行了,他就把张让给找到龙塔前,跟张让商量,阿父,寡人,我想立刘邪为太子,继承大统,不知道,阿父,你意下如何? 张让心里头暗暗的高兴啊,因为董太后特别信宠他,他也知道董太后喜欢刘邪,真要是刘邪登基作殿,那么这些朝政大权还得在张让等人的手里。 万岁,你想得太好了,可有一样,你想要离太子刘邪,得先办一件事情。 灵帝就问他呀,我得办个什么事儿,您得先把和皇后的哥哥大国舅千岁和静杀了,不然的话,酒后必成大患。 那当然了,人家的外甥没当上皇上,立了别人了,他得做舅舅的心里能痛快吗? 嗯,灵帝点了点头,嗯,阿父,你先退下,容赈思之。 合着他算同意张让这个主意了,还没等着灵帝下手除和静,也不知道怎么走漏风声。 何静知道了,他当即派袁绍原本出,率领五千玉林军兵,由自己亲自带领,包围了皇宫。 灵帝正在病榻上,一听这个消息,大心里忘卖这么一着急呀。 当时就驾崩,皇帝死叫崩,何静把天子的尸体收敛起来之后,就在棺墓前立了太子殿,登基继位。 那么何后呢,就是皇太后了,这位大国舅何俊,自然而然的就是朝里的大将军,所有的军权都掌握在他一人的手里。 兄妹两个人,这权势是越来越大。 董太后心中十分不悦,就把张让给搅到了自己的常乐宫,就跟张让商量,说何静兄妹,他们是什么出身,乃屠姑小人,是哀家我和你们把他给抬举起来的,他才享受这样的荣华富贵。 如今他们兄妹两人,大权在握,朝内朝外有他们很多心思,如此飞扬跋扈,哀家我该怎么办呢? 张让听得这会儿微微一笑,太后千岁,这您何必忧虑? 天子年幼,当每次天子临朝的时候,您可以去垂帘听政。 再者朝内朝外有些什么事情,请千岁您就把这个事儿交给我们去办。 张让,这是很明显了,他要权,你得把权力给我,我帮着你一点一点,咱把这权再弄回来。 董太后一听,此祭甚妙。 从此啊,天子流变,一临朝,董太后就垂帘听政。 这垂帘听政怎么回事,古代啊,男女有别,作为一个皇太后,不能亲自和文武百官去面对面,商令国家大事。 那怎么办呢?皇上不是在前边吗? 太后就在后边,挂个帘子往里边那一坐。 这就叫垂帘听政。 董太后这一垂帘听政啊,首先加封流邪为臣流王,合着张让又参了政。 何太后一看就明白了,这是要把朝内外的大权全都揽过去。 他赶忙秘密派人把他哥哥何进招进了宫中,跟何进商量这事怎么办? 何进怎么一听说太后你不用着急,我告诉文武群臣一齐上门,把董太后贬了就算了。 什么理由呢? 他就说他出身翻飞,不宜在宫中酒居,打不回老家去得了。 何者另外给他找个地方让他在那一待,不是就完了吗? 真的文武群臣上本了,就把董太后给贬了,把他贬回河街,走到半路上还没等到地方呢? 董太后得了个报病死了。 真得报病死的呀,不是,是何进秘密派人用镇酒把董太后给镇死。 什么叫镇酒啊? 有这么一种鸟啊,叫镇鸟,说那鸟的鲤毛含有剧毒,不用说用那个玩意儿炮制酒,就把那铃拿下一根里,搁那酒里涮涮,人要喝了就得蹊跷流血,立即死亡。 何进镇死了董太后。 张让知道了,他就把风放出来,说何进把董太后亲自给镇死了,这一传十,十传百,整个的京师都知道。 何进就受不了了,他要把张让给杀了,张让的权势很大,何进呢,要杀张让,得跟他妹妹何太后商量。 何进一听啊,不同意这么做,你别忘了,咱们是什么出身呢?咱们是屠孤小人,杀猪的。 咱这荣华富贵哪来的,还多亏这些宦官张让他们的提携,咱哪能把人家杀了我?而且以后咱们还得倚靠这些人呢? 嗯,何进一听,太后说的有礼,他又从宫里头悄悄回来了,爷进他的府门,哎呦,他府里就有好多人都在这儿等着他呢。 这些文武大臣啊,知道何进到宫中找太后商量要杀张让的事情,大家来问他,说太后同不同意杀死张让? 何进摇了摇头,太后不同意这么做,说这些人杀不得,诸位大人,你们看,该如何是好呢? 何进的话音还没落,私立校为袁绍原本初站起来,何将军,末将有一计不知当将不当将,本初有话,请讲当面。 既然太后不同意杀死张让,那您可以假借一道诏书,招来天下英雄好汉,齐聚精师,将这些宦官们斩尽杀绝,免成后患。 嗯,何进点了点头,本初之言甚善,正何无意啊? 我想招来西粮刺食,动作到京师来。 何进的话音还没落油旁边,急往站起来了,老主不沉临,他把手这么一摆,何将军万万使不得呀。 古人云眼目而谱,艳巧诗自欺也,奔出之言荒谬,您可不能听他的,这些英雄如果都招到京师来, 他们各怀疑心,不单不能成事,反生大乱。 老主不沉临的话还没说完,旁边有人鼓掌大笑。 主不直言,乃金石言。 如果说要按本初的话去做,何将军,你是道持干戈,受人以柄,功弊不成啊。 尤其不能把董卓招进京师,董卓身为西粮四十桶,雄兵二十万,早有不尘之心。 董卓招进京师,董卓招进京师,万万找他不得。 啊,何进,少年胡须举目一看,说话的不是旁人,关带齐都欲,此人姓曹明,曹子蒙德。 孟德生的是上中等身材,黑眉细目,白面长虚。 曹子方才这几句话说得不错呀,怎么个不错呢? 确实董卓有野心,董卓呀,身无寸功。 那么他怎么会做了西粮次使的呢? 这次使在汉朝时候了不得呀,地方格据有很大的军权呢。 他这个次使啊,纯粹是花钱买的,用钱运动了十长市,走十长市的门子,就做了这么大的个官。 看来这行贿受贿,误国呀。 今儿个曹操如实地告诉了何进,他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何进把手摆了摆,冷笑了一声,上下打亮了打亮曹蒙德,如小贝安之朝廷之大事乎。 你懂什么呀?随后他又看了看陈林和这帮文武大臣,你们都是辱夫小儿之见,不足于谋啊,武艺已定。 我与本初英雄所见略同。 在本初给我出主意和你们大家商量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已经密发诏书,去清东卓了。 他即刻变道京师。 孟德听得这样,离席而去,走到门外边长叹一声, 哎,乱天下者,何进也。 何进在这儿商量着杀张让啊,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张让已经知道了, 他赶忙把十长事找到了一块儿,说你们知道不知道,何进要下毒手了。 他伪造诏书招来天下英雄,要和我们作对, 我看还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 咱们这么办得了,假计他妹妹何太后的一旨, 把他招进宫中咱们埋伏下刀斧手, 将匪子何进乱刃分尸,你们看如何。 十长事一听,此计甚妙。 当地派人去找何进,何进一听说他妹妹找他, 立刻更衣上马,刚要走,让袁绍和曹操给拦住了大将军, 去不得呀,现在是什么时候? 张让老泽诡计多端,恐怕此去凶多吉少。 何进听的这儿把嘴撇,你们太多虑了, 进掌皇位掌兵犬龙香虎步,高下在心哪, 几个小小混馆能耐我何? 说话,他上马走了,且慢,袁绍上前一步抓住江省, 大将军一定要去,我原本出愿保驾秦王。 蒙德一听,我也愿望,好,率领五百名军校, 抱着何进就奔宫廷来了, 走在长乐宫宫门这儿, 黄门关不让原本出贺曹孟德进去, 为什么?因为这是太后千岁, 召见大将军何进, 曹操他们没有这资格, 怎么办?你们得在门外这儿挡着。 孟德和袁绍只好在这长乐宫前等候, 何进一个人垮着剑, 高挺胸膛,大步走进了宫门, 他刚一进宫门就听嘎吱这么一声响, 双门紧闭, 何进心里边一愣, 这怎么把门关上? 他还没等明背过味儿来呢, 只见尤打迦德门后边转过一个人来, 手持利剑, 他一看不是旁人, 正是张让, 张让是满脸杀气呀, 用手指着何进, 何进啊, 责, 责呀, 贼, 我把你这屠姑小儿, 网恩负义的东西, 是我张让把你们兄妹抬举起来, 才享尽人间的富贵, 你反倒恩讲仇报, 要加害于我, 制造流言蜚语, 恶毒中伤, 说我为官不正贪丧妄法, 你干净吗? 你干净, 你用振酒振死了董太后, 如今是天人顾分啊, 我要替太后报仇, 何进一看不好, 更有向回头夺门想跑, 只见张让把手里宝剑望起, 这么一举一晃, 他埋伏的那铁甲军一拥而出, 我启启咔嚓, 手起刀落, 就把何进给杀, 这时候宫门外边站着的原本出一听, 这声音不对, 他大喊一声, 将军转回, 他让何进回去, 张让冷笑一声, 好, 他不是在讨他们大将军吗? 来, 把人头给他扔出去, 咔嚓一刀把何进的手绩砍起来了, 张让朝这宫门外边喊, 逆贼何进, 又篡位谋朝之心, 今已被诛, 你们接着他的手绩, 咚, 把脑袋打里边就扔出来, 袁绍一看何进的人头, 哎呀, 将军啊, 你不听本出之言, 才落得个失手异处, 来呀, 杀进宫中, 给何进将军报仇血恨, 杀啦, 哇, 一切子就把长乐宫宫门给冲开了, 袁绍带着人就杀进来, 是封太监就杀, 日宦官就斩啊, 有的呀, 不是宦官, 就因为没有胡子, 也给宰了, 赵忠城狂, 夏孕郭盛, 全都被剁为肉酱了, 张让一看大师不好, 他赶忙带着人, 劫持着天子和陈流王, 游打宫门的后边跑了, 原本触和孟德一看, 天子不见了可急坏了, 随后边率队是紧紧追看的, 正追着呢, 张让就看远处里, 今奇招展, 袖带飘扬, 紧跟着就听, 道不道不道, 碰莲天天的,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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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战骨香鲍豆豆一样, 古号齐名 这怎么回事啊 张让手打凉棚这么一看坏了 直接一烧人马飞驰而来 是窥名假亮 刀枪月眼啊 喊杀正天 迎面一杆大道题 迎风飘摆 蓝地金字红飞火样 上面的小串铃迎风这么一吹 特别的悦耳 看上的横梳几个大字 西凉刺史 正中间一个陡大的洞子 张让一看完了 前有兵将堵截 后有追兵来赶 我们是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了 哎 天觉让夜 他惨叫一声扑通的一下 有马声跳起来 一头扎到河里去死了 后边 袁绍他们过来就把段归这几个宦官 骑着咔嚓像消瓜切菜一样都给杀了 夜眨眼的功夫 对面 东桌的人马也到 随着一阵 马走 鸾铃之声 过来的一个人 只见他 怀里抱着令旗令剑 袁绍一看 大喊了这么一声 来 来者何人 抱令旗的这个人 根本没搭理袁绍 他的这嗓门啊 比袁绍的嗓门还大 天子何在 大吼了这么一声 把这天子流便给吓得 嗦嗦嗦 抖成一团 吓得是面无人色 连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陈流王流邪这个胆子 比天子流便可大多了 他急忙往前一带马 用鞭子指一指来人 喝问了一声 来者何人 我来西凉次时 董卓事业 哦 我来问你 你是前来保驾 还是前来结驾呢 这个 董卓是前来保驾 既是保驾 圣上天子在此 你魂不下马 更待何时 哦 董卓急忙 翻身下马 跪拂到旁 陈董卓 接驾来 陈 说着话的同时 他偷眼看了一看 陈流王 心里边非常敬重 与此同时 他又瞟了一眼 天子流便 心里边是顿生厌恶之念 随后董卓和袁绍他们保着圣驾回奔了京城 董卓 董卓到这儿啊 他首先先把何进手底下的人全都收买过来 董卓的二十万人马就驻扎在这京城的福建 人不卸甲 马不离安 整天在这街上是横冲直创 感情 董卓呀 已存下了费力之心 他打算要把当今天子流便给费了 另立新军 他跟他手下的谋事 李如这么一商量 李如是拍手称赞 主公 您既有这样的打算 应该一早不一迟 先下手为强 我当如何呢 您把文武百官请到府中 引验为名 您把这个事情这么一说 大势可争 要有不赞同的该当如何呢 哎 顺者生 逆者死啊 有不赞成的 您就将他推出斩首 嗯 言之有理 第二天 董卓就把请帖撒出去 便请公卿 与温明园 引验 好多大臣本想不来 但是趋于董卓的威势 不赶不到 当来到温明园的时候 有些细心人仔细这么一看 哎呀 看这个厅堂里边 是高白酒宴 可是东西跨院 埋藏着好多假事 一个个攻上前 刀出窍 这院子里边 是杀气腾腾 董卓 拜这些公卿请进来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董卓 站起来 哦 列位大人 请聊 大家一抱拳 请聊 请聊 今日 老夫请列宫到此 有一要事 想和众位大人商议 我们愿闻刺史高论 董卓点了点头 老夫见当今天子 软弱不能免一无知 我想 匪帝另立新军 这一句话 百文武大臣 都给站住了 大伙子们一听什么 废了皇帝另立新军 你瞅瞅我 我看看你 又看看董卓 谁也没敢言语 不知是谁 乍着胆子问了一句 啊 不知 董公御立何人 立成流王为君 那位大人 一下如何 这句话刚说完 在西边那 有一位大人 啪一下 拍案而起 岂有此理 董卓 董卓身无寸功 网谈费力 难道 而有篡位之心 不成 啊 啊 董卓 不由自主的 伸手抓住宝剑的剑柄 他一看 哦 原来是荆州 刺史丁元 丁剑阳 丁元老儿 你与世老夫之剑 不立否 你想试试我的宝剑不快吗 他的话没说完 咔嚓一下 丁元就把桌子揍了 嗯 气得董卓大叫一声 与此同时 嗯 他猛的发现在丁元身后站了一人 见此人身高七尺开外 细腰扎被绑双肩暴龙面似浮粉 宝剑为邪入天仓 插额入宾 一双俊雾躁不分明 鼻如玉柱口子丹珠 大门抄坏 头戴一顶亮银棍二龙道宝 顶门嵌珍珠光滑四射 致气为脑后飘洒 身穿粉灵色百花战袍 掐紧边走金线屯华夺夺 腰扎宝蓝色 湿蓝大袋 香珍珠嵌一宝 粉灵色兜胆拱裤 足下当这一双粉灵色飞云战靴 泪下佩剑 站在那会儿是威风凛凛 气于熏囊 正在看着董卓呢 他虎视眈眈 是怒目而视 此人是谁呀 明天再讲